我的好女婿,我真是太开心了 怎么了?妈,有什么开心的事? 我听我女儿说了,你家老房子那个拆迁款已经到账了,是不是有二百万吧? 正好你小舅子谈了个对象,准备结婚了,女方要求必须有车有房,还得要五十万彩礼 这不,你这个钱正好到账了,我也不用发愁了 妈,你消息可真灵通,我才刚收到银行的到账信息,你电话就打过来了 但是,我弟结婚的事,我恐怕帮不了,这个钱我也有用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么多钱,你难道要独吞吗?你难道不应该拿出来给你弟弟结婚用吗? 妈,什么叫独吞啊?这本来就是我的钱,我小舅子结婚也不是我的责任吧 而且妈,这个钱我真的有急用,自从老家的房子拆了之后,我们一家老小都是租房子住 我也得先用这笔钱去买套房子 你买房子这什么急,我已经把闺女嫁给你了 现在我儿子还没老婆呢,她都这么大年龄了 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现在房价一直在跌 那你晚一点再买等等,看不是更好吗? 你们一家就先租房子住着呗,找个偏僻一点的地方 租金也便宜,等房价稳定了,以后再买也不迟 现在我儿子结婚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要是耽误了他娶老婆,你可是我们家的罪人了 不是我这个做丈母娘的说你,你年纪也不小了,做事情要分清楚轻重缓急啊 妈,我弟结婚的事我知道你着急,但是你也不能让我牺牲我和你女儿去成全我小舅子吧 你也要为我们考虑一下吧,而且现在小绿刚刚检查出来怀孕了 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买一套房子,赶在孩子出生以前住进去,我不能再让我的孩子跟我们一起挤出租屋了 小绿怀孕之后,我也不准备让他去工作了,让他专门在家安心养胎 我自己一个人上班压力也大,以后孩子出生了,各方面的开销都很多,我也非常需要这笔钱啊 不要跟我说这些,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你就直说你小舅子结婚,你到底拿不拿钱吧 这样吧,妈,我弟结婚,我给他出个房子的首付,差不多四十多万,让他们有个地方 结婚以后,房贷慢慢还,我再给他买一辆二十万左右的车 至于彩礼,我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你跟我爸,你们再想想办法行不行 你小舅子这个人,你也清楚,没学历没技术,还不勤快,都三十岁了 还一直在电子厂打工,每个月就那么三四千的死工资,怎么还得起房贷呢 我和你老丈人都一把年纪了,手里也没什么钱,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彩礼钱 我的好女婿,你就帮人帮到底吧,直接给我们把结婚的事全部搞定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互帮互助也是应该的,以后我可以帮你们带孩子 你和小绿一起上班,也能减轻压力 妈,不是我不帮到底,是我真的做不到 我小舅子这样一套,全部下来骑马,都要二百多万,那我自己怎么办啊 我帮忙也只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那里去帮 你现在的要求,已经超出我的承受范围 我是真的帮不上,毕竟我也得为我的家庭,为我的父母孩子考虑啊 我给你好话说了这么多,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我跟你说了你不听,那我就让我女儿来跟你说好了 我就不信,她不听我这个当妈的话,你如果不按我说的办,你信不信,我就让她回娘家,再也不回来了 丈母娘给女儿打电话,贴油加醋地把事情又说了一遍 二十分钟后 老公,我听我妈说,你不愿意拿钱帮我弟弟结婚,你怎么是这种人呢 那可是我亲弟弟啊,你是他的姐夫,他结婚你,难道不帮一帮吗 老婆,你别生气,不是我不愿意帮,是你妈提的要求,也太过分了 你弟结婚又二百多万,他想让我一个人拿钱,你也知道 补偿款一共就二百万,全部花在你弟身上,以后我们日子还怎么过啊 我也没说过帮,我已经同意给他付个房子的首付四十多万 再给他买一辆二十多万的车,这是我的底线了 但是你妈不同意,他要让我全部处完 光付个首付有什么用,以后贷款还不是给我弟弟自己还 他那个人哪能还得起房贷啊,房子必须得全款,彩礼钱五十万 我让我爸妈出一部分,你少出一点 这样的条件我接受不了,我不同意 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同意,我就回娘家,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现在我可是怀着你的孩子呢,我要是回了娘家就不回来了 你就别想见到孩子了 老婆,我们才是一家人啊,你不要故意为难我嘛 你总得为我们的以后考虑一下吧 我们马上就要有孩子了,你也要为我们的孩子考虑啊 他可是我唯一的弟弟啊,我不帮他谁帮他啊 你别说那么多了,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我先回娘家待一段时间,你什么时候同意我们的条件了 什么时候再来接我吧 老婆收拾东西回了娘家,半个月后 老婆,这都过去半个月了,你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吧 我今天接你回家好不好 你答应我们的条件了吗,你不答应我就不走 老婆,你就别为难我了,我真的做不到啊 要不我再退一步,房子的首付我给他出到75万 再给他买一辆车也差不多100万了 剩下的让他自己想办法 毕竟你弟结婚也不是我的责任吧 我这个做姐夫的给他100万总可以了吧 说了半天,我弟结婚的钱你还是不愿意全出 看来你还是不想让我回去 反正我就一句话,你要是不全出,我就不回去 老婆你也知道,拆钱的老房子是我爸妈当初出钱盖的 按理说,这个拆钱款也是我爸妈的 只不过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他们才把钱全部给了我 要是我把这钱都花在你弟弟身上 那我怎么面对我爸妈啊 况且自从房子拆了,咱们自己都还没地方住呢 起码要先给我们自己买套房子 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再去帮你弟弟啊 老公,你可以和我搬拉我娘家住 至于你爸妈,可以给他们租个小单间住 年纪大了,也不用住那么好的,将就这住就行了 那怎么能行呢,他们给了我这么多钱 结果我还要让他们一把年纪了出去租房子住 我可做不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那我不管,你只要不答应我妈的条件 我就和你离婚,然后孩子我也打掉 让你什么也得不到 老婆你要想清楚啊,我们从恋爱到结婚都已经七年了 这几年我们风风雨雨一起走过来 也不容易,现在马上就要过上好日子了 你却因为你弟就要跟我离婚吗 你妈当初是怎么对我的啊 你也清楚,我现在出一百万 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人之一尽了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妈张口就给我要六十万彩礼 我爸妈为了给我凑这个彩礼钱 丑的头发都白了,我们接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街坊思琳,我妈甚至连我姥姥留给她的首饰都卖了 才凑够了你妈要的彩礼钱 结婚时,你妈只陪嫁了几床被子 别的什么都没有 后来,为了还债,我们一家人省吃俭用 还了几年才还清,现在又找我要这么多钱 给你弟结婚 你妈脸皮也真是够厚,她怎么好意思啊 我妈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弟都三十岁了 你也知道,这个年纪,在农村基本上娶不到老婆了 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跟她结婚的 要是不答应,人家的条件 估计这辈子就只能打光棍了 你这个做姐夫的,也不想看着我家绝后吧 你就帮帮她吧,我们一家人都会念着你的好的 别说这些,我不需要你们记着我的好 口头上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 我现在拿出一百万是我的底线了 毕竟我只是你家的女婿 没有义务,对你弟负责到底 我也有我的父母要养 你爸妈都六七十了,也没几年可活的了 你还又养他们几年呢,别拿他们当借口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亏我妈平时对你那么好 你可真是狼心狗肺 他们把你当亲闺女一样对待 每天好吃好喝的照顾你 不让你干一点家务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上次你过生日 我妈还给你买了一对金手镯 你这么快就忘了吗 可别提那对金手镯了 你妈也太没有眼光了 那镯子也太丑了 一点都配不上我的气质 我带出去都嫌丢人 她不如直接把钱给我 我自己去买 你还嫌丢人 我妈现在年纪大了 不能出去挣钱 为了给你买这个礼物 她给人干手工编织的活 攒了好久才给你买的镯子 这么说对得起老人家的一片心意吗 既然你嫌丢人 那把手镯还给我 你不愧带她给你买的镯子 那对破镯子我早就卖掉了 那你把钱给我 我把钱还给我妈 钱早就花光了 给我妈买了貂皮大衣 你,你怎么能这样做 那可是我妈的一番心意啊 我算是看透你了 你的眼里就只有你自己的家人 根本不把我的亲人当成一家人 你真是自私自利 冷血无情 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得到别人真心对你好 你不是要离婚吗 我答应了 我们现在就去办手续 老公,你这是干嘛啊 我就是吓唬吓唬你 没想过真要跟你离婚 但是我当真了 我现在成全你 你满意了吧 老公,我知道错了 就按你说的 只要你出一百万好了吧 晚了 现在我一分钱也不出了 我们先去离婚 肚子里的孩子 你不想要就打掉 生下来跟着你这样的母亲也是受罪 老公,你别这样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你们觉得老公该离婚吗 评论区聊聊